皇帝是古代地位最高的人 也是身份最为尊贵的人 无论是古装剧中所呈现的形象 还是史书中记载的形象 皇帝无疑都是九五至尊 天子威严 容不得任何人见他 其实并非所有的皇帝 都是人们眼中的风光无限的形象 对于那些出生在比较强盛的朝代的皇帝 当然风光 可若是当成王国皇帝 待遇就截然不同了 朝代的更迭向来都是血雨腥风 若是作为朝代的最后一任君王 免不了被新朝代的君王侮辱 纵观历朝历代的末代君王 似乎都没有太好的结局 即便是想要重新振兴 也因为大局已定而有心无力 对于气运将近的朝代而言 再怎么努力挽救也都无济于事 比如南宋皇帝宋李宗死后 他的头颅竟被制作成酒器 在敌人手中被把玩了上百年 这又是何其悲哀的事情呢 宋李宗是南宋时期的第五任皇帝 但是这位皇帝向来无心过问朝政 只顾着研究他感兴趣的理学 在他当政期间朝廷大权全部掌握在臣子史弥手中 史弥去世之后 朝政大权才重新回到了宋李宗赵军手中 其实他有一段时间也想过认认真真地做一个君王 想法虽好 然而并没有得到实施 因为他不久之后便开始外出游山玩水 彻底将朝廷的事情抛在脑后了 此时的南宋已经逐渐被蒙古人瓜分了一部分 就在宋李宗去世后不久 南宋也就彻底从历史舞台上退出了 宋李宗的头盖骨被制成了酒杯 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一个名叫杨莲真家的僧人 他为了讨好元朝的统治者 特意找到宋李宗的尸骨 并将其头骨制作成饮酒的器具 献给元朝的统治者 当权者得到了这份礼物后十分高兴 并且内心十分得意 毕竟这是前朝君主的头盖骨 意味着前朝已经彻底成为过去 现在当权的是蒙古族 同时也证明他们族群的强大 原因之二就是蒙古统治者想要昭告全天下 如今的社会早已经改朝换代 也是对于那些妄图恢复宋朝的人的一些警告 其实这样的做法或许并不会让世人尊重他们 反而还会让人觉得他们相当残忍 看人自古以来都有死者为大的观念 即便是改朝换代 也不应该对前朝的君主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 当然当时的当权者并不会这么想 他们只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彰显他们取得的成就而已 历史上元朝统治的时间不到百年 此后便从历史舞台上彻底消失 不论哪个朝代都有哪个朝代专属的皇室秘文 这些历史普通百姓不得而知 只有皇室中的亲信才能得知 当然这些事情多半都是不适合在史书中记录的事情 当年朱元璋带兵攻进大都的时候 元朝当时的汉林院编修 威肃也是一个爱国之人 眼见自己的国家即将灭亡 于是打算投井自尽 但是当时身边的人对威肃说 元朝的历史你最清楚 若是你死了 元朝就真的会被世人所遗忘了 威肃听过这番话后才放弃了寻死 这才有了后来的原石路 后来他还与宋连一起编修原石 威肃在某次和朱元璋的谈话中 无意地透露出宋李宗的头骨被制成酒杯的事情 朱元璋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震惊 但是他随即命人将宋李宗的头骨找回 将头骨找回来之后 朱元璋还举行了比较重大的仪式 再次后葬了宋李宗的头骨 以表示对于前朝皇帝的尊敬 起初朱元璋将头骨葬在国都的南门 之后又命人重新翻修宋李宗的陵墓 在陵墓重新整理之后 朱元璋才将宋李宗的头骨放回原处 朱元璋的做法其实十分值得钦佩 当然这也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做法 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一个君王能够受到百姓爱戴 是一个朝代能否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 相较于元朝统治者的做法 百姓们对于朱元璋的做法只会称赞 一方面是因为这样的做法符合百姓的认知 即便是作恶多端的人死后也有入土为安的权利 更何况是堂堂一代君王呢 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民心的凝聚力 这对于统治者而言也是一件大好事 这样即使承认了宋李宗统治时期的正统性 也是间接告诉天下百姓 新的君王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 这样人们才会对新的君主心怀敬畏之心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青年古墓惊献200颗仙丹 化验结果让专家着实惊出一身冷汗 古今中外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偿命 尤其是古时代的帝王 极其希望自己能够长生 并且在道教创立之后 越来越多的人打着长生不老的标语 炼制着各类药丸 用此来取悦皇帝 尤其是在东晋时期 皇室贵族对其的迷恋程度最高 而这些封建帝王更是对此深信 不惜用自己的健康来为这些 连名字都不知道的药做实验 更是把这些东西称为仙丹 希望能够通过长期服用而延长寿命 然而正因为服食这些来历不明 成分不明的药物 也导致了多数帝王去世的早 考古学家们都很想要研究一下古代的丹药 想知道那些秘方 毕竟关于他们的了解 都是从古籍和历史流传下来的 没有真实出现过 不过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江苏象山发现的一座东晋千年古墓中 在对其进行挖掘时 是出土了大量的水晶 金器等文物 并且让人惊叹的是 工作人员在里面找到了仙丹 这一发现使得许多学者前来为官 对此墓进行勘探后 工作人员和往常一样 根据墓志明和出土的文物 来确定墓室的主人是谁 结果表明这座墓主人叫王丹虎 他是王羲之的后辈 由于其父是朝廷中的高官 他也算有些名气 到了试婚年纪时 家里几乎每天都有来提亲的人 从其墓志来看 他死的时候差不多58岁 在他死后 也是葬在了自己的父亲身边 如果王丹虎已婚了的话 他死后应该是葬在丈夫家的墓葬中 由此可见 他很有可能是没有出嫁 当工作人员打开棺果时 在王丹虎的头部上方 发现了一个直径大约10厘米的圆形盒子 打开后才看到里面 装满了许多颗红色的小丸子 每一颗大小都不相同 有的绿豆大小 有的如米粒一般 大约直径在0.5厘米左右 并且每一颗的重量也不同 平均下来每颗约0.37克 差不多有200多颗 不过有好多都已经碎成了粉末 而他们被放置于主人头部旁边 可以说墓主人对他很是宝贝 而让工作人员最开心的是 尽管这些小丸子已经存在了1000多年了 却还是保存的比较完整 看起来很是可爱 只不过大家都不清楚 这些是什么东西 到底是药丸还是果子之类的东西呢 对于这些首次出土的小丸子 专家们也很小心的收起来 送到化验室进行成分化验 经过化验后 表明这些小丸子就是古代的仙丹 吃了能够不死的神药 然而其中的成分却让人惊恐 因为里面最主要的是硫化拱 我们都知道这种成分毒性很大 其中含有13%的硫和60%的拱 剩下的其他成分还未能明确 这样子的成分也让专家们倒吸了一口凉气 长期服食这种药不仅不能长生 更是会引发中毒甚至死亡 专家表示这些药丸一定是起死亡的加速剂 而这些小丸子因为本身极具考古价值 目前藏于六朝博物馆 因古人太注重于长寿了 以至于不断的将其神化 才慢慢有了后来的仙丹 而那时的人并不懂得其中的成分 又过度沉迷于它 实属愚蠢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